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帶大家看一場MBL對上HERA的一個比賽 這也不算是比賽啦 這個是天梯棍戰然後剛好他們兩個撞到 這個非常難得的一場比賽 所以算是頂尖中的頂尖之決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雙方文明 那雙方文明HERA這邊選擇的是維京人 那維京人的話大家應該也蠻熟悉的 是一個步兵跟弓箭手的一個問題 那他最特別的地方是軸輪和手推測免費 就代表你上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的時候 都會比別人經濟好上很多 因為他是直接免費的 就代表說你完全不用任何的資源 去研發軸輪跟手推測的費用 那他的升級時間也不用 這就代表你的村民就可以比別人更多一些 那再來看一下波斯 The NBL 這邊是選擇了波斯 那波斯這邊也是蠻強的一個文明 他也是經濟型的文明 他一開始會多50個木材和食物 那承認中心態碼不會雙倍 工作效率 風箭時代10% 城堡是15% 帝王是20% 那這個也是 產村民的速度會快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會大概差多少 基本上是不會差太多 那再來看一下他其他單位是戰象 大家都知道波斯戰象強無敵 就是這個戰象 那看一下波斯工兵 就是研發之後呢 他的工兵是不需要五行金的 只需要木材 那相夫的話 就會提升波斯戰象的移動速度30% 然後還有一個能力是 騎士對工兵的攻擊力加2 其實蠻好的我覺得 這個效果還蠻Counter專打工兵的文明 好 看一下雙方的位置 那MVL這邊 左邊這邊率先圍起來 看來是要打一個圍棒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是會直接拉到這裡 用TC防守 因為這邊的位置太遠了 可能圍不太起來 這邊可能有個洞要注意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圍到TC這邊 然後從那個房子圍過來 好 這一區就安全了 來看一下圍巾這邊的位置 圍巾 黑老這邊有點尷尬 要圍的地方太廣了 他有點慘 但 看起來墓區還是能圍的 他可以這樣圍過來 但是會有點危險 如果安全一點圍的話 就是這裡圍 然後圍到這裡來 雖然圍大了一點 但還行啊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是圍圍會比較好 但我覺得他這邊看起來的話 小圍的部分 真的小圍的話也只能這樣子圍 這個木材如果 被鬧到會很不舒服 他其他木材的地方其實都有點遠 這邊不為好一點的話 可能中後期會被鬧得很嚴重 而且就是圍巾人 騎兵的話 城堡時代雖然沒有影響 但地龍時代就會有差了 那就來看看兩邊 會怎麼選擇什麼樣的戰術打法吧 看一下村民術都一樣 都是18村 看一下這個野豬 OK 這個拉豬很OK 一村都沒死 那這邊 不知道MBL有沒有看到 哇 至少還沒有看到 這邊有洞 他是不知道的 那黑辣已經早早提早去對手加探圖 應該是小打棒棒的意思嗎 看一下兩邊有沒有下均勻 有 那這邊沒有挖黃金的話 那這邊應該是20P肉 不是裝甲小工了 而是20P肉碼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好 那雙方都是打一個偏 保守的一個玩法 兩邊應該都是20P肉碼 互撞可能性偏高 好 這邊黑辣已經看到 他這裡有個洞 好 現在黑辣應該在暗爽 哇 這裡有個Holy shit 待會就可以鑽這個屑 來拖襲MBL 但是MBL好像沒有察覺到這個殘酷的事實 還在圍家裡 這裡圍是圍了起來 OK 這邊下一個伐木場 那這邊如果肉碼 鑽進去的話 可能就會很不舒服囉 那這邊木頭是很標準的 雙伐木場 五伐木 這是一個標準的經濟肉碼 上層打法 這邊補了一個房子 那這邊 會是黑辣比較快上封建時代 那黑辣這邊賣了大概20%的時間而已 喔 這邊補了這個洞 他居然發現了 果然打得很細心喔 非常小心 那這邊果然 欸 果然是下了射箭場 喔 不是肉碼 預測大失敗 那這邊應該會先出 一兩隻戰矛 之後還是會轉出小宮來 這邊圍 這邊圍 圍起來 這邊也要圍一下 這邊直接圍到底 就行了 或者這邊圍上去圍上去也可以喔 但是會有點太廣 應該是這裡到這裡而已 欸 沒錯 然後這邊選擇了弓兵 那這邊應該會斷小宮 因為黃金還沒有開數阿 這邊先愛一隻弓兵 應該就會愛上第二隻戰矛 那這邊頗是選擇去弱馬開 我沒有錯 好 那因為 TELA這邊 不是22批小宮的關係喔 所以他這邊斷 沒有直接下雙射箭場 這邊應該也 就算22批也不會直接打 欸 打好打滿 應該也是打小 小打小鬧 所以這邊 雖然沒有直層 但是這邊沒有按 戰矛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那他這邊 沒有22批小宮的話 好像有點意義不明 這邊斷了弓兵 沒有打得那麼極限 算是一個 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正常來說 22批小宮 是蠻有威力的 然後經濟也蠻好的 小宮也不會斷 那如果他這邊斷小宮的話 可能 待會 會有一段時間 會被他肉馬給限制住 雖然這邊有長槍兵 按幾隻長槍兵 可能就可以手觸碰 哇 這個肉馬直接斷了進去 很大膽 這個是沒有四爺直接撞下去嗎 我來看一下 對 這邊是沒有四爺直接撞了 這邊肉馬 鑽人進來 稍微騷擾一下 這邊伐木村民 搓搓繼續跟 這邊看到對面伐木 肉馬也繼續跟 那應該是 沒有問題喔 這邊就是在比操作力 誰比較厲害 但是 MBL 這邊馬 就只是個幌子 他這邊已經撒了 十八片田 十四片田 不好意思 這邊有四個果樹的 五個 所以十三片田 哇 這樣子 沒有在 有點開玩笑的耶 這就是兩隻肉馬 騙你打封劍 但這邊 黑狼應該也是 極艷蠻豐富的 但這兩隻肉馬 也沒有下雙式電場 就當生鏡場 出小宮 然後準備出去 做騷擾 那這邊兩隻肉馬 一直在操作 但是 黑狼這邊的 刺猴也半斜了 這個長槍 變成在戳爆嗎 好像有點極限 這邊 小宮五隻 到了前線了 這邊 金礦可能會優先被鬧到 來看一下 黑狼也是有看到金礦 那這邊是有精緒的地方 但 黑狼這邊直衝 就是 要打金礦了吧 但金礦龍射程可能會稍稍不足 有點遠 可能射不太到這裡 這個可能也是 MBL 精算之後的結果 他推定這樣子的距離 圍到這邊的話 小宮就不會是到這邊的 彩金礦龍村民 算是蠻 相當細節的一個部分 這邊黑狼看到 下了第二個馬就 黑狼這邊應該先給我底了 完了 他要上城堡了 趕快把小宮拉回家 不然這個小宮就要白給了 趕快走 趕快走 這個就是高手的判斷 看到雙馬就 就知道會不妙了 這邊黑狼應該再補下 冰宮廠 然後這邊趕快 升到城堡時代 原來冰宮廠補下的話 是沒有辦法升級的 好 升完幾隻之後 應該就會下第二個射箭場 或是第三個射箭槽 當然TC3射箭場打法也是有可能 好這邊來看一下黑狼怎麼做選擇 好這邊是八公劍 然後這邊稍微盾存一下 好點一下城堡時代 大概城堡時代 是MBL大概20%左右 但還行 那個時間點當然是 敵人過來的時間 剛好自己也上城堡 OK那小公一樣沒有斷 然後這邊果然下第二個射箭場 點一下城堡馬上下 這邊村民偷尻了一下 小公射死一隻 兩隻完美 Double kill OK 那這邊 MBL下了冰宮廠 開始要升馬舟的科技了 然後這邊黑狼 點下了跟蹤技術 然後這邊血桶也下了 血量會增加20滴 那波斯這邊 打法系蠻多種的 可以選擇小公或者是 或者是 遊俠後期 那小公的話又要研發 那個不消黃金的科技 就可以當戰矛使用 那如果對面出台無戰矛的話 就要考慮要不要轉一點樓馬出 但基本上這種高手隊 也不會只出單一兵種 所以這個 小公 免 免黃金這個技術 到後期比較會有效果 可能前中後 前中期 不太會有太大的用處 可能這邊 MBL是想要打一個 遊俠 然後 真鋁 遊俠真鋁投死車 弩炮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是相當炮黃金的 這邊黃金應該會繼續補 現在是總共 9個人挖金 10個人挖金 那很有可能就是我說這個打法 前置BK沒有錯 弩炮投死車 然後再下個 修道院 就完美了 這邊 黑拿選的是小公戰術的關係 所以這邊 看要不要補一些 搓搓出來擋 騎士 那我覺得應該是不太需要 因為這邊有修道院了 修道院的話出來 有效可以克制敵人的 騎兵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投石車跟弩炮一出來 這邊弩兵就會很難受 雖然是可以用秀的方式 是秀掉奴兵跟投石車 但是這邊有騎士的壓力帶 可能沒辦法太過狂妄喔 這邊刺頭是3滴 這個刺頭去追一下 有沒有會反殺呢 回頭砍一刀 這兩隻 投石車好了出來 砸 沒砸到 然後這個刺頭 哇 這個臨死回頭 居然沒死 哇 這個刺頭也是相當不容易 控兵能力真的是 蠻猛的 好 投石車出來了 那這邊沒有打算出弩炮 打算直接投石車砸爛 好 這邊投石車還有個好處 是可以開路用的 那這邊 真鋁 造了兩隻 那這邊真鋁很小心喔 在著想的時候要注意 對面投石車會不會投到 這邊黑打又選擇了 投石車做出應對 那在投石車出來之前 這個聲音還會爆喔 這裡可能要先趕快圍 不然這個進來會很難受啊 這個投石車相當不好解喔 要是被砸到一下 真的會頭不血喔 完了 都進來了 這兩邊打超兇那種 好這邊金被騷擾到的話 就不好玩了 哇這邊金好像要到外面挖了 沒錯 蓋TC趕快去外面挖 好這邊氣挖沒關係 好這邊MBL看到喔 黑打這邊退黃金 就代表知道他要去挖小黃金了嗎 然後需要去抓護金了 還是要先把這個TC投掉 這邊 差一點就換掉一台 這個都預判丟的阿 這個好危險很極限 兩邊都還多心豆角 好心機好心機 哇這個 慘 慘光趕快 拉回去給真理補血 還行 只是死了兩隻工兵喔 居然全慘阿 這算黑拉請掉一條命喔 完蛋這個騎兵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一攻好了 二防也好了 待會這個騎兵進來 可能黑拉會相當難受 只靠進攻兵的話 肯定是守不下來了 但是這邊3 3TC在營運 但是 重裝長槍兵還沒有好 這邊兵可能要下到第三個超肯守得住 不然這個騎兵引進來 絕對是全被倒閃光的 這邊雙頭死在做操作 看能不能換到一台是問題 完蛋 這個往後拉 往後拉就對了沒錯 這個不往後拉的話 絕對會被投到 因為他們兩邊都是在極限距離 互相投擲的關係 上下左右走 反而更容易被投爛 前後走反而是最安全 來 看一下這邊 往後拉 沒錯 往後拉就比較安全一點 當然也是吃到一點傷害 OK 那三兩邊都是相當長 但黑打這邊沒有拉穿來修 可能太忙了 痛不來 這邊轉出少量的長槍兵 應該是要做個重裝應對 基本上MBL這邊的隊型 只要全出長槍兵 哇靠這個被換掉了 出長槍兵就可以對應全面的 投石車騎兵這些 全部都可以換得掉 這邊投石車互換 但是還有兩塔 完蛋這一槍又掉了嗎 哇差一點 這騎兵數量越來越多 再蠢蠢易動 21隻騎士 重裝採桿按下 這個均勻補到四個了 對這個兵要多慢一點喔 不然這個會很硬喔 我整個換好險 還行 三隻真鋁 對騎士做出了蠻大的威嚇 那一邊喔 這邊很單純的是一個 BK投石車加騎士的擰壓打法 但是沒有 造下修道院比較可惜一點 可能是木頭真的不夠吧 黃金也不太夠 因為他的投石車跟騎士都需要大量的黃金 這邊換 兩邊沒換到 但是中一個 有一個會倒下去 哇 兩個都倒 哇這邊還多死個針 死了兩村喔 直接多白給一百肉 那這樣子 差距可能會打出來嗎 好像也沒有耶 因為 黑啦這邊是3TC開農 MBL 這邊TC開得比較晚一點 只有雙TC 因為爆馬的關係 所以肉 沒辦法供應上這些經濟 哇 那這邊 變成3TC 打2TC 那時間異常的話 對黑啦相當有利 哇這邊直接點掉奴炮跟投石車 喔這個完美交換 長槍兵來到17隻 哇17隻的話 應該可以勉勉強強跟這些騎士應對 但雖然還是不夠多 這邊點上了異防的 護兵的鎧匠 來看一下 攻擊招數 哇 直接射掉 這個前置村民 死了 馬上敵掉這個BK 但投石車來了 這個距離有可能砸到嗎 沒有 OK這個換得好耶 後面投石車直接把對面換掉了 長槍兵也出來了 那這邊長槍兵就可以把這些建築給戳掉 那MBL應該也看到這些長槍兵也覺得衝進去沒希望了 這邊再等待一個機會 這邊先把這個伺候解掉 好衝撤出來了 好開始解掉馬丘跟BK 那BK這邊長的應該是投石車 欸沒錯 好這邊投一下 不投 直接走 把他腿救保 連投都不投 不想激怒對手 這個投石是不是有點 沒事 我以為投到這個了 這邊長槍兵有點多啊 36隻 那這邊 可以考慮停一下村 準備上帝王時代囉 這邊BK有 秋刀運有 可以直接點 好那這邊 看起來 會是 黑拉這邊 帥先上帝王時代 原來黑拉這邊是圍巾喔 經濟差程實在是太好了 你們看那個經濟就知道了 圍巾到底有多誇張 食物一千兩百多 黃金八百 MBL這邊雙T式的關係 食物只有 75 因為他又出了戰馬 所以經濟是大叔的狀況 肉馬也是出太多的關係 這邊馬的話 還是可以稍微克制一下對手 這邊 這邊直接被抓掉一個老頭 這邊長槍兵直接往前A 這邊MBL開始爭取時間了 戰馬能不能及時趕到呢 但是比較尷尬是射箭場 是處於在外面暴露的位置 那就看一下這邊 會不會把這一波給包夾住呢 喔唷 很危險 這個直接點掉 他剛好射嗎 他這個是自低頭車吧 有標這樣嗎 這邊衝車被抓 完蛋 這個衝車被抓很傷啊 他被抓掉一台而已 還行 我點一下帝王之後 這邊 重裝長槍兵還在生 那圍巾他有特別的地方 這是他的步兵 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多了很 蠻多的喔 你看這個重裝長槍兵 居然血量有66滴啊 太6了吧 哇塞 那他這樣子到帝王時代 血量 也是加20% 喔20% 好改成這樣子 OK 這個 血量超多的 重裝長槍兵 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呢 我隊員戰馬也是很多啊 這個 看起來是沒有想要跟你上帝王時代吧 我就是 陳火剛才打到底 但是 他 他並不知道黑打的經濟是相當好 食物毒到爆炸 哇 這重裝長槍兵 升下去之後 點了二級 防禦 然後強奴化學 然後前置BK 真鋁 招兩隻 但是 家裡 瘋狂農田在枯竭 下面家裡是被你在鬧 哇 這邊是一個MBL的雙線 一個正面進攻 跟一個騷擾 然後這邊 騎兵可能會直衝 MBL加碼沒有回頭了 這邊應該是也不太敢直接衝喔 這個直接衝風險太高了 那這邊 黑拉也不能把長槍兵 直接拉開 強奴這邊 不然會 待會這個回馬槍回來 只是收到這個奴兵 就很尷尬 所以這邊長槍兵還是一定要有 那這邊 MBL回頭解掉了村民 大家還沒有解光 還有村民在蓋 應該是解不完了 哇 這邊 黑拉已經準備上大衝車了嗎 這邊 奴兵全部倒光 強奴好強 好猛 這個強奴真的很強 一發一隻騎士啊 這邊MBL打出了GG 看到鴨城堡 我覺得沒救 各位看到了嗎 這個就是圍巾的強大經濟 直接搖搖領先 對手一個時代 明明黑拉 城堡時代 是被鴨子打的狀況 但是卻是 硬生生的 升到的帝王時代 我覺得相當不可思議喔 這個就是 微精人的強悍之處啊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喜歡的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